这个是我媳妇送给我的 而我的圣诞节礼物呢 是方形的派利德 而且是你说的没有必要要买的那一款 这个是我说我想要的那一款 但是你说没有必要的那一款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它带数码 这款是带数码的 所以说你那会惊喜的 你之前说和数码相比 其实可以不用买这个带数码 因为我之前说的是那个 我觉得它只拍照的那个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 这是打印的 可以把手机里的直接打成帕利德 这么神奇是新东西吗 这应该是算老的了 但是这个我是打算准备给我们的会员 发过去一些就我的一些作品 然后直接打成帕利德 ok 这样子 其他的蛮好玩的 就是帕利德的相纸装进去 然后可以把数码照片打在帕利德的相纸上 对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还挺有趣的 那么打开看一下吧 好想想看哪个 看能用 你看你那个吧 你那个可以数码的 相机在这里呢 好看一下 它大小其实跟7S差不多 好现在把电池装上 我希望它能够玩一会儿的电 看它后面就是应该出次的设置 菜单 哎 现在这个东西正在充电中 希望等我充一下可以拍个两三张 来第二个开箱 在逛着 我觉得是电池 哎 你全部选的黑色吗 好像这个应该是白色吧 这是黑 是你最爱的颜色 是你的颜色 你故意的呗 好开机 OK经过了大约一盘的王者荣耀的时间 这个目前是有一点点亮了 然后呢我们就先来打印试试 首先先装入相纸 黄色对好 嗯 这是你的照片来打印诶 这个小朋友还蛮好玩的 打你呀 第一张当然要打你呀 对 选我们这个好了 去拍秋天的 嗯 这张 好 打出来看看吧 诶 编辑的话 可以你看旋转啊 然后放大地方啊 这样子 就不用旋转了 对 我就是 给大家示意一下 嗯 OK 零度 这是原来的位置 确定 然后它这个 所谓的过滤器 其实就是滤镜 对 黑白呀什么的 无过滤器 这是圆图的颜色 自定义的滤镜 就调这些亮度 饱和度 这些东西 对 OK 我们就 开始打吧 嗯 连接并打印 我要再打印了 看看下个 诶 还蛮快的 好了 然后 就是 在看到列表里面 也会告诉你这张照片 你是打印过的 还有一个绿色的小的角标 嗯 还挺智能的 嗯 打一个你跟星哥的合影吧 看看 No 也是在地毯 好 打一下吧 嗯 看你刚才那张 已经基本上快要出来了 对 看一下效果好不好 等会 效果也蛮好的 Instashire SP3打印机 打印出来的 竟然比想象中成像的效果要好很多 拿到手里似乎让很多沉睡的记忆 唤醒 既可以放在家里观看 也可以送给朋友当礼物 那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冲的差不多了吧 把它打开看看吧 嗯 这个冲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了 最开始的就是菜单的设置这些 中文 中文 然后日期 好 扣上 我们拍 这个皮卡丘试试看 321 拍好了 好的我们来一个鲜艳回忆 鲜艳吧 鲜艳吧 我觉得 好 对比都太高了 这个菜单 不要太高 加它的按角 我们加一点点按角 好 然后这也是它的曝光 嗯 不用加那么高 好 就当天好 一点点曝光 好 好现在打印吗 打印吧 执行 执行 哎 出来了 所以有那种跟物理交互的感觉 好出来了 这是第一张 第一张交给皮卡丘了 InstaSquare SQ10 有很多数码相机才有的功能 可以单点对焦 闭门拍摄和多重曝光 对很多用户来说 可以实时数码取景 真的是太方便了 如果拍完觉得不好 也可以不打印 从而节约了相纸 用SD卡的话 可以存储上千张 不过这些照片都是像素非常低的 只能作为最后的备份 但有个好处是 如果觉得某一张特别的好 可以拿出来反复的打印 另外有一点就是实时取景 让派利德的闪光灯 终于有了一点用武之地 毕竟可以查看闪光效果嘛 下来拍你 坐到沙发这边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模特满套 是不是肯配合你 他肯定不配合 你看看他 满套 拍张照片好不好 强狗所难你这是 你看闪光那个多显的眼神 真的是好委屈 就是你很开心 然后闪光特别的不情愿 鲜艳你看你的脸 不要鲜艳 这样看不出来你知道吧 算了还是什么都不要了我觉得 柔光 这颜色太夸张了 好专业光影吧 这个还可以 嗯 OK 就他打印 怎么了 你要把曝光太多了 OK 回来一点 可以可以 我觉得这样很好 OK 打印 直行 嗯 有时候 会觉得吧 再好的街头摄影 不如一张家人的普通的照片 再好的家人的照片 放在手机里 真的不如打印出来 拿在手里 无论是任何一种形式 怎么样 圣诞节礼物怎么样 很满意 很喜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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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